哈喽,大家好,我是海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风味小土豆的做法 首先,我们把土豆改造切成块 然后用水清泡几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土豆表面多余的淀粉 让土豆炸出来的口感更加的清脆 油温四成热,我们下入土豆 炸到土豆表面微黄变硬 我们捞出准备复炸 油温再次升到六成热 我们下入土豆 我这个炸的时候油温有点高 大概有七成热 土豆的表面颜色变黑了 不过不影响食用 等到用漏勺推土豆的时候 明显感觉土豆变脆了 就可以捞出来了 我们在土豆里撒一把葱花 一勺麻油 一勺蜜质椒原料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蜜质椒原料在往期视频 香辣油浴中有教程 最后会把配料打在视频最后 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截土保存 这道蜂味小土豆就做好了 土豆表皮酥脆 里边软糯 搭配蜜质小料 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非常好吃的一道菜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做一下 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拍的视频 对你有点点的帮助的话 就麻烦你帮我点个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谢谢大家了 我是海帅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外脚里面 也不是外脚里面 外面非常的酥脆 里面非常的软嫩 有股非常浓厚的麻油的香味 非常好吃 第一口是麻油的香味 麻椒的味道 后味是有一点辣 还有一点甜的味道 再加上土豆的软糯 非常好吃 我觉得我比外面卖的 就商家卖的大多数要做的好吃的多 秒杀85%以上 卖这个炸小土豆的商家的味道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好吃的一款风味小土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着回去做一下 味道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嗯,再见 拜拜